今天是零四零二 台鐵泰魯閣號事故的三週年 台鐵公司在事故現場舉辦了音樂追思會 而行進列車是鳴笛表達哀悼 至於零難者家屬 對於事件過後的台鐵改革 還有肇事包商李逸祥 以及外籍移工的判決 結果是看法兩極 時間是上午九點二十八分四十五秒 一輛泰網花蓮的一人U三千 薪資強號行進泰魯閣號事故現場 除了隧道口鳴笛三十秒放慢速度通過 現場家屬與交通部官員現況之一 心裡的痛還是無法抹去 只要到了這個時候 其實家屬們其實心裡就是思念親人 其實那個痛是永遠會存在的 雖然事故已過三年 但家屬內心的煎熬沒有停過 對肇事包商李逸祥的一審判刑感到無奈 更對外籍移工話文豪被判無罪難以接受 外籍移工無罪這件事 我們是覺得非常荒謬 因為他是在現場協助了李逸祥 進行這件事情 對 所以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是覺得有很大的下持 真的你四十一九條人命 你只有七年 七年十個月 說真的你一年 一個人命放下來 其實真的沒有多久 交通部長王國財和台鐵公司 董事長杜薇也到場之意 強調零四零二泰魯閣號的事故 是對台鐵改革的重要關鍵 現場最後以預約會方式表達對罹難者的追思 親友也在小卡片上寫下思念 一場人為疏忽的公安意外帶走四十九條人命 家屬的心不知何時才能平復 記者文家卡 觀眾報導